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黎明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 拜登自己表明是不會提供F-16的戰機 給烏克蘭 說明不會給他 雖然美國有些官員不斷施壓 不斷游說 給吧 反正放在洞會不會用 現在都不用F-16 現在那些先進很多 但是拜登一聲就不給No 那就完了 但是波蘭中了服 因為波蘭在美國說不給F-16 之前他說了我給 糟糕了 那他們就白給了 那烏克蘭是否真的會有F-16戰機去打俄羅斯呢 其實有和沒有不是一個關鍵 關鍵是甚麼時候會收到這架飛機才是關鍵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待會就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杰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了 首先想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就是波蘭那邊先 烏克蘭的戰士已經持續了十一二個月 差不多一年 作為烏克蘭的鄰近國家 鄰居 波蘭 其實都拿過幾次 拿過幾次的意思是 他們有些地方有些人 是被烏克蘭的導彈炸死了 這個波蘭在宣布提供60架他們自己 波蘭產的PT-91主戰坦克 或者叫主戰車之後 他們就說要加大力度 是要撐烏克蘭的 怎樣加大甚麼力度 他說準備 是宣布準備 向烏克蘭提供美國製造的F-16戰鬥機 綜合了很多不同的外媒的報導之後 波蘭的總理 莫拉維茲奇 接受加拿大的媒體訪問時 說外界一定要開放和勇敢一點 要勇敢地去支持烏克蘭 為了不可以被烏克蘭被打敗 波蘭會提供60架的PT-91主戰坦克 就給烏克蘭的 在2022年7月份的時候 波蘭已經提供了250架 蘇聯製的T-72和PT-91主戰坦克 給了烏克蘭的 但是 給了這麼多架 他們又怎樣用呢 有沒有用到也有一個問題 當然 用不用到又是另一個問題 蘇聯製的什麼時候呢 70年代 大約 70年代之前 有機會是 也不奇怪 距離現在多久呢 沒有 四十多五十多年 最少 持不持得 都是一個問題 不過這樣 有些人 你當 快鐵儲存放在那邊 還可以 然後 在昨天的時間 大約我們香港時間 昨天的時間 這個 莫拉維茲旗 即是波蘭的 領導人 亦宣佈 波蘭準備向烏克蘭 移交 F-16的戰鬥機 他說在這個問題上 他們將會跟美國和其他北約成員國 去協調行動 即是說 大哥 你說我交你不交啊 我交你就交嘛 是不是 大家一起交嘛 交一下交一下 這樣就好了嘛 是不是 什麼意思呢 他說願意提供 準備提供 但是都要跟其他人協調 那就是什麼 人家不交 他可能不交的 但是他現在說 總之 他就準備移交了 我想他也不能不交 不過這樣 差在什麼時候交的 那麼烏克蘭那邊 就是很開心 他們總統的 叫做辦公室的人 就在Telgram說 我們一直都在跟外界爭取 要F-16的戰鬥機 這次終於收到波蘭的積極訊號 但是他也說了 積極訊號 其實未必是會給的 接著他就說 波蘭準備和北約協調 將一批F-16的戰鬥機交給他們 那一批即是多少呢 一架也是一批 十架也是一批 那一批即是多少 可能是一架掛 可能是用到殘了那一架掛 都不出奇的 都不出奇的 那基本上 相關的報導出了之後 就說 自從俄烏衝突中發生以來 美國製造的F-16戰機 就被烏克蘭視為對抗俄羅斯的首選 並且多次呼籲各界提供F-16戰機 西方暫時以提升烏克蘭的防禦能力為最優先 軍援都是以火炮、裝甲車、防空系統為主 而這次有機會得到F-16戰機 令烏克蘭比較著弱 記住 是有機會 未必是得到的 當然拿到的可能只是波蘭用過的F-16戰機 都不出奇的 當然美國那邊又怎樣計算呢 美國那邊 美國的軍官好像很積極 美國的政治網站 政治新聞網站 叫做政治報 文傑都會看這個報紙 資訊性很強 也挺中立的 就是這個報紙 他們在28日的時候引述了三個相關知情人員 所說的話 他就說 有一個美國國防部的高級官員談及到 向烏克蘭提供F-16戰鬥機問題的時候 不認為他們會反對這個做法 這個高級官員就說 雖然美國暫時還未決定 怎樣作出一些重要的決定 不過暫時好像很多人都不反對 不出聲 不代表有意見 對不對 跟著也有些相關的知情人士 一群美國的軍方官員現在是靜靜地推動國防部 向烏克蘭提供F-16戰鬥機 大佬 不用錢的 現在的戰鬥機 要錢的嘛 怎會 這麼 趕急決定去做這些事情 OK 內文裡面就說了 另外一個對於 美國和烏克蘭討論裡面的知情人士就說了 美國可能需要幾個星期的時間才可以再決定 是否向烏克蘭提供 F-16戰鬥機 以及決定 是否批准其他國家 將F-16戰鬥機 再轉運到烏克蘭那裏 即是說剛剛 剛剛波蘭那個人首先他中了一副 即是 拍了 拍了桌子 舉了手 我捐 但是 原來 他說要給 都要美國批准 先給得 你容易一會 你給完過去之後 接著就有俄羅斯說多謝 是不是 不奇怪 烏克蘭這麼廢 報導裡面說 一個國防部的官員 一個烏克蘭的官員 以及三個 對 討論的知情人員就說 烏克蘭已經列出了 一份有50個機師的名單 說他們已經準備好 即時 可以開始接受駕駛F-16戰鬥機的訓練 他們懂英文的 最重要是他們懂英文的 以及他們都駕駛過戰鬥機 應該可以三個月完成培訓 但是 F-16戰鬥機不是一般戰鬥機 據於美國那邊的資料說 不是三個月就用得到 最少也要訓練半年才可以 當然 當然 烏克蘭就心急 想拿走他 所以當然要說 三個月可以了 你讓他拿走三個月都可以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裏面 Political 裏面 白宮官員 或者白宮發言人 都是拒絕回應 相關的報道 不過這樣 不過這樣 有些人士 就走了去 在昨天香港時間 就走了去問美國總統拜登 被問及到相關的議題的時候 你們是否會 或者美國是否會把F-16戰鬥機 提供給烏克蘭 拜登是即時否認的 然後美國白宮也說 他們目前無意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大哥 你再向他們提供戰機的話 你只是想 俄斯導彈肥軟一點 是不是 或者你真的想俄斯 不是再玩導彈 是玩核彈而已 大哥 你不是真的核爆也不割的 大哥 你不是那些手足 大哥 大哥 你是不想有核爆 而且你是未核爆已經割的 對不對 這些叫什麼割韭菜 拜登做什麼事 會有這樣的回應呢 原來他就在 當地時間30號 即是大約我們 31號左右 即是昨天的時間 在離開白宮的時候 離開他自己辦公室的時候 被一些記者 懶吐截劫問 喂 拜登 拜登 你是不是會 向瓦蘭提供 F16的戰鬥機 他看一看 No 很簡單地說了 No 即是不會 就結束了 然後 走多幾步 他說 我現在計劃 訪問波蘭 但未知何時 我想這件事是跟波蘭 中了伏 然後說 給一個F16戰鬥機 給烏克蘭有關 當然 去波蘭是 找去波蘭 給一架殘的F16 給他們 還是不 不去波蘭 給這些F16戰鬥機 給烏克蘭呢 因為給了的話 可能會觸動 普京的神經 可能會 令到 這個 戰士升級 可能會令到局勢 更加更加更加緊張 不出奇 真是不出奇 美國基本上上個星期宣佈了 在烏克蘭提供M1的 艾布蘭主戰坦克之後 然後烏克蘭已經是 未收到 未出發才興奮 很開心在這裡自開 然後就 在這裡立刻打手機 為什麼 在Twitter裡面說 我們就要第四代的美國戰鬥機 真是正 為什麼呢 就可以增加他們的 空軍的能力 例如 他們要第四代 或者F-15、F-16和F-18 例如F-16可以對俄軍發動攻擊 但其實 我之前也說過 美國是不想 烏克蘭向俄羅斯發動任何的主動攻擊 美國說過兩次 我不想烏克蘭向俄羅斯發動主動攻擊 那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會不會給F-16戰機 我覺得 好的不會給 壞的給了他們 但他們都應該會 得物無所用 當然 根據不同的報導指 有些美國官員推動 給他們 反正我們都沒有用 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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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拜登一夜 就說 不給了 還有 你現在說給 說真的 什麼時候收到 剛剛 波蘭也說給烏克蘭 但是 都沒有時間表 是不是 那什麼 什麼M1艾布蘭坦克呢 他們現在說了 他們不給舊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是 現役的 叫做艾布蘭坦克 第一有少少怒化 第二就是有戰鬥數據的資料 第三就是有一些的技術 它想只是存在在美國本土裡面 所以美國宣佈 會 即叫即做 是 現在 再做一批 新的M1艾布蘭坦克 給 烏克蘭 那什麼時候交貨 不用很久 一年 還存不存在 真的說一年 我之前也預計過一年的時間 現在他們說 給你一些新的 一年 才交貨 但是說真的 這些新的 跟美國現在 自己自用的 是不是同樣的 我不認為是 而德國給他們的坦克機是有 一樣 大約一年 才有 熬得過這一年 你才說話 是不是 還有 你現在還要說這個 F-16戰機 說真的 一架 很貴 一架真是不便宜 是不是可以這樣 無償給他們 還是 借著先呢 等他未來日子 要他還呢 亦都很難說 當然 他們當然想 拿了才算 因為 因為 要 這班 叫做外國的 西美國家付出得越多 他們 在中間抽的油水 就會是 越高 白宮一直都沒有 一句做直接 承認或者否認 會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但是 但是他們說會 向烏克蘭提供一些必要的援助 不過拜登現在已經說了 不會給他們這些戰鬥機 美國根本上都已經 說了不給了 所以你覺得 未來日子裡面 這個 烏克蘭打贏的機會率 會有多高呢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你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潔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